禮拜六那天我自己親眼看到一個我快要笑死 就是我到那個大賣場去 那個真的那個區喔 好幾個他們那種大堆盛放區喔 那個幾乎都被搶光了 結果我就聽到一個太太在罵說 這人是神經病嗎 幹嘛要去搶這些東西 然後他自己把最後一包搶走 就是這樣 因為人就是這樣 因為你搶我也要搶啊 因為本來我也認為不會不足 可是問題是我看到大家都在搶 被你搶光了就不足了 那就真的可能會不足啦 所以我也要去搶啦 就這樣子啊 所以我必須說 這個為什麼你看 包括院長包括總統 他們都出來講話 為什麼大家不相信 其實這就是因為 不久前才發生口罩的問題 那政府告訴我們說口罩無魚 結果口罩又出問題 所以現在變成大家說 你政府講什麼我不要聽 反正我先把東西搶到手再說 很多人會有這種心態 但是我真的 因為覺得口罩的事情 對我真的是覺得 大家真的不要這麼激動 好你們現在這一波也搶完了 我到今天還有看到有人在搶 但是夠了啦 然後說對啦 雖然蘇貞昌講那個我覺得有點好笑 不是只有你的卡層才會用到衛生紙 很多地方都要用到衛生紙 但是呢我必須講 你拿那麼多衛生紙回來幹嘛 對不對 其實現在我們第一個 你洗手啊或有毛巾吧 然後你上廁所免治馬桶 很多地方其實你除了 那個洗鼻涕這些大概需要用到出來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需要衛生紙好不好 所以我必須說 這一波好了 大家搶完就算 然後政府這個時候 應該趕快跟廠商聯繫 你叫他非常充足的供貨 對 不斷叫他把貨拿出來 因為反正無魚嘛 政府告訴我們無魚嘛 就趕快拿出來 當你民眾發覺 再怎麼搶搶不逛的時候 他就不會搶 是 就這麼簡單而已 家裡都堆不下的時候 對 就是你每次一搶光 我就又堆一堆出來 你覺得還有人會搶嗎 我幹嘛搶 反正你那麼多 我倒是再來買就好了嘛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讓人安心 恐怕真的只有用這種做法 因為你不這樣做的話 說真的現在民眾這種預期心態 就跟我那天看到那個太太一樣 你們都在搶 那我不搶我怎麼辦 就是這樣子而已 因為他看到那貨架是空的 他就是怕 他就是覺得說真的不夠 就是不夠 我眼見為憑 可是如果我真的能夠看到 現在美式大賣場也有了 量販店也有了 隨便哪裡買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到處都有 而且供貨無餘就不會搶 就好像口罩也是一樣 如果口罩現在大家 隨時隨地都買得到 你覺得有人會去搶口罩嗎 不會嘛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樣 政府可能要趕快做一些 機械作為 不要只是用政令宣導的方式 直接讓廠商跟他大量進貨 然後一次成列出來 這樣子民眾我看 頂多再搶個一天就不會搶